在我们这儿现在正吃青豆的时候,和肉末一块炒,一勺一勺的吃着真过瘾 这是刚剖好的青豆,倒入水里,搓去表面的一层薄皮 然后把上面的一层薄皮倒出来,清洗干净 用漏勺捞出来控干水分 放到碗里备用 再来准备一块牛肉,猪肉也可以 先切成块,再剁碎,不要剁太碎,颗粒感更好,剁好后备用 接下来把一小把蒜拍扁切碎,切好后放到盘里 将洗净取皮切成湿 一小段葱切成葱花,切好后一块放入盘里 再把几个小米椒切成圈备用 热锅凉油放入肉末 翻炒至肉末变色,把切好的葱姜蒜倒入炒香 接下来再把青豆倒入,翻炒均匀 炒出青豆里的水汽 再来调个味,适量的生抽,少量的老抽上色,蚝油 再加入半炒白糖,食盐 把调料炒匀 再倒入一碗清水,赶上盖子中小火炖10分钟 炖好后加入小米椒和水淀粉,大火收汁 鲜香味美,营养丰富 配着米饭或者馒头,一勺一勺的太下饭 趁着这几天青龙最鲜定的时候,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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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